主題是怎樣聆聽神的聲音和領袖方向和使命 第一個經文是約翰呼音十章二十七節 有沒有人讀? 我讀吧 約翰呼音十章二十七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這個經文是非常簡單 很直接很簡單 我們留意一下裡面的意思 有誰想解釋這個經文? 有誰想解釋這個經文? 真的很簡單 很直接 主題是說他的羊會聽他們的聲音 即是羊就會聽他的聲音 而不會聽其他聲音 這裏沒有說到不會聽其他聲音 哦,OK 那他的羊就會聽主的聲音 而主也認識他們 那些羊都會跟著主 嗯嗯,OK 這樣,在這裏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和恩典 神的本性 我們看到神的什麼本性 都在這裏 嗯,會關心羊 因為聽主的聲音 即是主也說話 嗯,關心他的羊 聽他的聲音 聽他的聲音 就是他的屬性是什麼 啊 關海 關海 嗯,關愛 這個特別是提到羊羊聽我聲音 是這句說話 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呢 就是 WRONG 你關心些人 這個是的 不過就不是很直接related to 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直接所講的 關愛是其中的部分 除了關愛 就是直接跟這個關係 直接由這個經文的關係 看到神有什麼屬性呢 祂是說話的神 祂會說話的神 祂是會溝通的神 而祂呢 有一個能力 是令到我們什麼呢 有一個能力令到我們什麼呢 聽神的聲音 是的 祂令到我們能夠聽神的聲音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特別呢 就是為什麼人能夠聽到神的聲音 是一件特別的東西 就是有什麼特別的能力 我們才能夠聽到神的聲音呢 懂得分辨它是神才會聽它的聲音 OK 懂得分辨它 這個是下一步來的 下一步是聽完之後才能夠分辨 就是為什麼聽到神的聲音是一個特別的東西呢 你的問題現在是 為什麼聽到神的聲音是很特別的事呢 是的 還有就是神做些什麼 為什麼我們可以聽到 用的耳 用的耳 是不是 是嗎 是 是 是 不是用過零的嗎 是 OK 我 因為其實我在想引導你們的 我看見到 就是 其實我嘗試去幫你們去想一想 就是怎樣去 就是我所想到的東西 想你們去表達 為什麼人聽到神的聲音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有什麼難阻人聽到神的聲音 這是我的問題 希望可以引導到你們去思想這個答案 清心就會聽到神的聲音 是的 清心就是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 但是 人聽到神的聲音是有什麼困難的 為什麼這件事不是一樣 這麼普遍發生的事 為什麼 因為人只是 就是有時候聽自己的聲音多些 OK 是 那你繼續說完 聽自己的聲音多些 就差點什麼呢 差點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人是 聽到神的聲音是特別的東西 為什麼是困難呢 是不是因為人只是聽到世界的聲音 聽不到神的聲音 是的 這個是我想聽到的答案 但是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為什麼是難聽到神的聲音呢 是 不順復不想聽 不順復不想聽 這個 是的不順復不想聽 那我想說是這樣 不是 神與人之間有什麼阻隔 是 為什麼這個 是罪 是 除了罪之外 為什麼這件事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其實我是一直在引導你們的 就是我們去 普通人呢 比如這樣 沒有詳細認識耶穌那些 沒有詳細聽過耶穌的真理那些 是 如果你告訴我 我們聽到神的聲音 他當然說 聽到 真的聽到 是的嗎 就是他會這樣說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是有什麼原因 當我們分析的時候 為什麼 是難聽到神的聲音 到底神 他有什麼能力 能夠令到我們聽到他的聲音 這個就是我想大家去思想 就是神這個能力 為什麼我會有這些意念呢 就是這樣 其實任何神做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聽慣了 我們就會 當這件事是很正常 很平常 是必然發生的 但是事實上 基督徒都不是覺得這件事 必然發生的 為什麼不是必然發生 為什麼難所在哪裡 而神是有什麼能力 特別的能力呢 令到這件事發生 神有感動人心的能力 有改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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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你再 這個是很接近的 就是你再relate to 神跟我們說話 這個 因為聖經上面說 他會撐來一位保衛師 就是微小的聲音 我們可以聽到神那種 就是聖靈 透過聖靈 透過聖靈 跟我們講 微小的聲音 我們知道 是出於神的 這個是神的聲音 神的聲音呢 會有 規矩 給我們 裡面 即聖靈 都能夠明白 聖靈 是 站起來的 OK 是 你現在說 聖靈 會令到我們 聽到他的聲音 我 OK 我現在 我說 我想 就是我想 我自己 在這方面思想 其實我們看一個經文的時候 我們 不要用一個 好像 當我們已經知道了真理的那個心 而是 好像從一個 小朋友的心開始 就是小朋友什麼都不知道的 然後呢 聽到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又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這是第一句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小朋友會第一句問 真的聽到耶穌的聲音嗎 好了 以一個成熟的人去分辨 為什麼人這麼難聽到聲音呢 因為 神是 屬靈的 是靈界的 人是 屬物質 領界的 那 所以 神的領域 和人的領域 是一個 阻隔在那裡的 那 但是 神有這個能力 衝破這個阻隔 這個就是我想大家 思想到的 就是說 是 當我們去想 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麼難發生呢 為什麼這麼難發生 因為 神是看不到的 普通我們是聽不到的 因為 它是屬靈的 是靈界的 我們是屬肉體的 那 就有一個阻隔在那裡 但是它說 它現在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就是它有這個能力 衝破這個障礙 它有這個能力 向我們溝通 那 這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 神是能夠 它穿越 靈界 和物質領界 那個 左隔 去到 向人說話 不過 依然 我們看到一件事 但是 神是 不是向一個人說話的 神是 是向他的兒女說話 而向他兒女說的 也是有程度的 就是 有些人呢 他是說多些 有些人是說少些的 聖經裡面 我們很明顯看到 不同的例子 比如 寶羅 他去宣教 耶穌是 不止一次向他 顯現 說話 那 這個就是 他和神的 就是那個神 和他溝通 那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就是伊利亞 大家如果記得伊利亞 那 他呢 就 去到 山洞那裏 又有 很多 大的聲音 地震啊 那些很大的聲音 但是呢 神的聲音 在這裏 然後到最後呢 是一個微小的聲音 是神的聲音 能動 就是說 神是 能夠 穿越 人 神 和人之間 那個靈域 來到我們那裏 那 然後我們 就會問一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有些人 聽到多些 為什麼有些人 聽到少些 如果他能夠穿越的話 那個難在哪裏 那 而耶穌這裏說 是 我的羊 都聽到 就是 這句說話 很重要 這句說話 是講到一個 就是說 凡是他的羊 都聽到 凡是他的羊 都聽到 是講到一個 會總是 凡是基督徒 都會聽到 一個 好像一個principle general principle 不過肯定也是 我們知道是 是有程度的 那我們在後面的經文 有講到 其實第二個經文 就有講到 一個最多 聽到神的聲音的 就是由 首先由 《兩漢福音》十章二十七節那裏 是講到什麼呢 神是能夠向人講話 它能夠穿越靈界 和物質境界的界限 它可以向我們溝通 人的罪是會難了 和神的溝通 人的繁忙 沒有安靜 是令到我們難於聽到 神的聲音的 但是神是可以帶領人 而當人安靜的時候 他是更加難得 領受神的聲音的 而在下一個經文 就是一個 講給我們聽 聖靈怎麼樣 是必定向每一個基督徒都說話的 就是《二漢福音》十六章八節 他就是講到保衛斯 又是上次 就是講到保衛斯 聖靈 起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為審判自己 集備自己 那這個呢 就是最普遍神 和我們講話的方式 就是呢 叫我們知罪 為罪為義為審判 那什麼意思呢 為我們的罪 來向我們講話 為義 就是說我們應該追求聖別公義的 因為聖靈會感動我們 為我們的罪悔改 感動我們追求公義 聖別公義 也都感動我們去面對審判 為審判 也都叫我們責備自己 叫我們知道 我們是需要 耶穌的救恩 需要悔改跟從耶穌 這樣跟我們講話 那這個是 基督徒都會收到的聲音的 那這個所以 凡是真基督徒 我們 其中一件事我會問人 你犯罪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悔改的心 覺得不舒服 會想耶穌射滅 會想改過 如果他說有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我說這個就是聖靈已經 居住在你的心中 會感動你 好了 這裡講到聖靈會叫我們 為罪為義為審判 幾集給自己 那我現在問大家 這個聽到這個聖靈 叫我們知罪這個聲音 是不是每個人一樣 還有我們同一個人 在不同的時段 聽到神的聲音 有沒有分別的 大家可以回應 還有為什麼 為什麼有些時候會聽到多些 為什麼有些時候聽得少些 就算自己一個自己 我們自己 都是會 有些時候聽到多些 有些時候聽到少些 為什麼呢 如果想聆聽的時候 安靜的時候 就容易聽些 OK 安靜 這個其中一個質素 安靜的時候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其中一個質素 心靈安靜 意思就是說 不如我們解釋一下 心靈安靜是為什麼 不要想這麼多自己掛著的事 就在神面前 很專注想聽他說 就很安靜 是的 即是說 是 心裡面沒有 世俗 還有自己那些煩惱的聲音 因為人是會常常有這些 世俗的聲音 煩惱的聲音 在裡面騷擾我們 當人是沒有這些的時候 會少了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情況 我們會聽得多呢 或者聽得少呢 還有什麼原因 有些人聽得多 或者少 或者我們某一個時段 會聽得多些 有些時段會聽得少些 大家可以 最無助的時候 就是呼求神 求問 主啊 我覺得是這樣 神會有 瑞士的幫助那個聲音 能夠明白他的意思 或者有時候 會給意念 或者聲音 讓那些聖靈知道 他的意思 就可以 那個困難 就是很困惡的 就是很難處的那些 困惑 是的 困惑 他都會解到 因為那些好像救命 就是都很想 主耶穌能夠解 我們的困難困惑 就是很無助的時候 很徬徨的時候 都會聽到主的聲音 那主會多些聽到 能夠明白他的意思 好吧 我又問一下 我問一下大家 是不是當一個人在困難中 他就必然聽到更多神的聲音呢 你看到那些人在困難中 是不是都會多聽到神的聲音呢 未必 因為當時可能那些人 選擇不多 就是 所以 只是可以專心養賴神 因為他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OK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就專心向神 OK 這個是你的回答 有另一個人剛剛說話的 有一位姐妹 未必 如果你有困難的時候 有些人一直向著那些難處去想 想像的那些難處 或者魔鬼也會跟你說話 更加聽不到神的聲音 也有 是啊 OK 這個 大家覺不覺得這是一個事情 就是有些人很煩惱呢 很多問題呢 他是聽不到神的聲音的 大家有沒有發言這件事 那到底怎麼樣 什麼情況他才聽到神的聲音 就是多些去聶修、親近神 去讀經啊 祈禱啊 就是神就會去 就會和聖靈會有些跟你說話 OK 你說那些是活動 就是 親人神啊 靈修啊 看聖經啊 這些是活動 你就說這些活動呢 就聽到神的聲音 我想問大家 其實我為什麼會問這麼多問題呢 我想大家去分辨 到底是什麼 令到人聽到神的聲音 是不是同樣的人看聖經 或者祈禱 是同樣聽到神的聲音呢 為什麼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有些人聽到神的聲音呢 其實在我來說 我覺得 只要你的心是很简简单单的去送靠耶稣基督 当你在一个的灵静处的时候 在一个安静的心的时候 去亲近神或者叫做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跟神沟通 好像听到神在心里面发出的声音是很小声的 但是是不是小声到龙就听不到 不是的 龙啞的人都听得到的 可以告诉你们 因为他从心里面发出来 连你的耳朵都听得到 他还要听得很清楚 他还要怕你听得不明白 说几次给你听 他还要跟你说你要牢牢记住 这个就是神与我经常去沟通的一个情况 OK 你是否通常牢牢的听到 就是重複听到 是吗 你来说是吗 在我来说 每一次都会发出一些不同的经文的 有时候他会突然之间跟我说 使徒行转的 就跟我说你要牢牢记住 那我就要记实了 甚至会有时候他怕你不记得 他会怕你不记得 他会去 就是说完之后 第二天 无论在睡觉的时候 睡梦中 他会跟你聊天 我还以为 通常一把大眼睛就会忘记的 你不记得的 因为很多事情都做 你会不记得 但是他会在无论圣经 在诗歌 或者借在别人的嘴巴 说出给你听 就要提醒你 要记得 今天和你 之前和你说这个经文 这样 之后这个经文 就会在今天 或者 在今天 就会出现了这些事 例如 例如 他叫你 要 好像 甲子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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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宋 好像 就是要 是的 他这样 提醒你的时候 原来 当 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要 提醒自己 去到 做事的时候 突然之间 遇到 一些的事 发生了一些的事 这样 你就 明明那些人 是 弄得你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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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都要 温宋 一些 冷静一些 甚至乎 叫你 要聪明一些 这样 过了这件事 想想 哦 因为平时 我自己的生活 都是很平淡 很安静的 突然之间有这些 冲击的时候 不知道他怎么处理 但是神就藉了一些经文 去引导我 这样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这个你讲的是经历 我问的问题是我们什么的质素 你听到圣灵这么多题 是非常好的 我现在问的问题是我们的质素 那么不如我给大家一个功课 大家呢 就试下 想一下 一个人 的什么质素 就是 因为 很明显的 我们看这个经文 我们 这个经文呢 我们就用那个应用 就是说 孟威斯来到呢 叫我们为罪为疑 为审判自己 习備自己 耶稣又说到 我让人听我的声音 那么是 凡是真 基督徒从生得救 都一定听到神的声音 不过很明显是不同的 怎么知道不同呢 因为有些人呢 他常常都会说 他想得到什么 他常常要什么 就是他听不到神的声音 去提他 或者为罪 有些人呢 骂人又不知道罪 基督徒 但是呢 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 争执啊 他又不知道罪的 那么我想大家呢 就想了 就是自己想了 然后呢 在个群组那里呢 就发出 你觉得有些什么质数 就是比如一是什么 二是什么 三是什么 这样 大家写出来 那么我们综合 大家的意见 这个功夫都是一个 就是对我们一个 一个挑战 因为也都不是 不是那么难想的 是一些质数 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 就是大家都会明白到 比如自己 为什么某些时候 容易听到神的声音呢 有些神给我们的意念 比如神想我们改一些罪 那么我们看的时候 好像呢 就会容易一些听到 但是有些人呢 当他很想追求婚姻啊 很想追求钱啊 很想挂心一些事的时候 有时他就会被那些事困住了 他就不能够领受到神 想他用什么方法去看那个人 就是他就会在一个烦恼里 那么很明显他不是听到神的声音的 他是听到自己的声音的 那么所以 就是我们说 根据有些人对罪的敏感啦 对于烦恼那种 被烦恼困扰啦 被人的问题困扰啦 被自己的需要 情绪困扰啦 那么 而这些人呢 有时又会反 就是他会能够 聆听到神的声音 去提醒他改变的 那么我想大家呢 就先想了先 不要那么快发出传 先想了先 你想好了 写完这些框架 然后呢 就 我给你一个时间啦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你们 不过其实都很难的 不要紧要 你想完你就发出了 你就不要看别人写什么啦 就是你自己想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综合 好吗 大家 明不明白我所说的这个功课 行不行 有些什么质素 明白 叶护士 我不是很明白 我真是意思说呢 那个质素 例如说 在哪一方面 我不是很 任何生命的质素 熟灵的质素 同神关系的质素 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注目 在些什么质素 就是经历都算了是吗 经历主耶稣 好像刚才那个姊妹呢 他分享这样的经历的生活 都算了 都是听到整个声音 他这个呢 他这个呢 就纯粹他说 他听到 他没有说 他什么质素听到 他有说到的 不过就 不详细 我就想大家呢 去详细分析一下 就是比如两个人都是在那里祈祷 为什么有些人听到 有些人听不到呢 两个人都犯了罪 两个人都在那里悔改 但是呢 有一个是很强烈 知道他的罪 也都很有动力 去改 但是有一个呢 他说知道罪 不过呢 待会又再犯罪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啊 我真是很难 我真是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罪呢 神啊 我真是呢 就是 再有这些隐忧的时候 我一定要拒住 我不想再犯这些罪了 就是有些人很明显那个 神的声音是很清晰的 很强烈的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不是啊 不是啊 人家这么坏 我一定会生气啦 就是有些基督徒就这么说 那烦恼当然是不开心啦 当然是激气啦 当然是发怡气啦 就是他觉得必然的 他就好像听不到圣灵提他 知罪 就是比如两个基督徒 两个都有猛争 一个呢 可能他很快知道他自己猛争 很快会知罪 但是另一个呢 一直猛争几十年都不太知道自己猛争 那我就想大家 讲一下有些什么熟灵的质素 内心的质素 他注目在些什么事上的质素 就是他的内面和他的生活模式 他和神关系的模式有些什么质素 大家越能够细致写出更多是更好的 那我为什么想大家这么多思想呢 这个思想是应用的 我想说回我今天问过你的问题是属于什么灵营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这里呢 我是一个领域呢 就是 为什么这件事 如果有个小朋友来听 这件事 就是我们看任何经文 最好不会有一个前切 就是我知道了圣经的了 我已经听了以熟能长了 那时候呢 我们不会觉得那个经文很特别的 但是当我们小朋友从来没听过这件事 现在听到 咦 耶稣的羊会听到神的声音 哇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 有什么难了呢 因为 因为我识经习惯了 我看到经文我会说 神到底有什么本质 还有什么恩怨 才能够帮到人 去听到他的声音 他怎么样和我们沟通呢 因为这些的了解 会帮我们 是更加容易聆听到神的声音的 就是我们越了解 那个难了 我先回答了 那个答案就是说 因为有灵界 神是属于灵界 我们是属于物质界 而事实上 每一个人的生命 那个质素是很不同的 有些人的质素呢 真的是很世俗化的 被世界影响控制的 所以他很难听到神的声音 他经常都是自己的声音 他脑的线路呢 我们的脑有些线路 就是我们在想东西 有些人习惯 他说话都是这样的 同同伏伏将他的问题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因为他的思想 是完全被这件事控制的 这样的时候 他是很难听到神的声音的 那我就想大家呢 我先说到神属人之间 是有这些难所 但是神依然能够跟人说话 尤其是知罪那方面呢 每个基督徒都会听到神的声音的 不过肯定听到是不同的 那这里 其实要按十章二十七词 那里我解释了 就是说第一就是他能够 要我们听到他的声音 就是他能够向我们说话 能够冲破灵界和物质境界的障碍 和人的罪的障碍 而令到我们听到他的声音 而耶稣也都认识我们 就是说这个认识 圣经讲认识的时候 know这个字 k-n-o-w know 是由旧约到新约 都是很特别的字来的 比如说亚当与夏娃同房 其实原文是new 是概识 new 就是他认识他太太 夏娃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深度的关系 就是一个性的关系 那这里耶稣说到 认识我们是说到 神与我们是有一个 很亲密的关系的 是一个很深度的 是灵与魂的关系 那么耶稣会认识我们 这个认识不只是知道的 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 什么人的心都知道 但是这个是讲到一种 relationship 关系 就是他跟我们有关系的 就是圣经讲到认识 譬如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那里都讲到 我认识你们 那些人说我不是奉你名传道 奉你名传道奉你名传道奉你名传道 奉你名传道 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因为他们跟耶稣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认识是只有关系的 那么他们又跟着我 就是他们会有行动 就是不只是说信耶稣 他们会行动 他们会被圣灵感动带领去跟着耶稣 不过也都很明显 是个个人跟同耶稣是不同的程度的 有些人是很听耶稣话 有些人是听少少的 有些人呢 周时是不听耶稣话的 所以基督徒都有很多不同的等级的 而那些基督徒整天都听神话 并且很想帮人都听神话呢 这些真是神所喜爱的人的 他有这个心 很想帮更多人去听神话 这个真的是有一个热切的心 很想人都去跟从徒书的 那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明 十章二十七节的经文 然后约翰十六章八节就讲到 圣灵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习给自己 那这个就是如果说到神的属性 就是神的本质能够感动人 因为神是很圣洁的 他喜欢罪的 所以他的恩典就是他会感动人 会悔改 如果人会悔改 根本就不能跟从耶稣 他跟从耶稣的有圣灵来住 一定会悔改的 神就会似这个恩典给我们感动 我们去悔改 去更生我们 那这个是神的本性 他是圣洁 他有能力跟我们沟通 感动我们 而他的恩典就是他会感动我们之罪 叫我们不至于 一直犯罪下去以致侵略 那我就问一个实际的问题 有时我们问实际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听得多些 有些人听得少些 为什么有些人犯罪 犯了很久都不觉得 只是很低 就是很明显的罪才知道 甚至 非洲牧师有些人告诉我 他说有些牧师偷钱的 有些牧师偷了我们的器材 就不知道要看我们的影视 那我们 我来说我当然觉得很可惜 我也想他们处理这些事 但是我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惜 甚至他们有些说 他们有些牧师 做行动术 多些人跟随 但不是我们的群 而是有些牧师在非洲 他们是用这个方法吸引人 跟随他 就是人可以去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步 那我就想大家去写出这些 我们内心 我们熟悉生命 我们注目在什么市场 那种质素 什么质素 是令人听得到神的声音更多 什么质素 是令人更难听到神的声音的 那大家可以写出来 好 明白吗 有没有问题 你是说写在聊天室 还是写在群组 写在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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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写一点 一旦又传一点 一个人传好一次 就是每个人传一次 想清楚了 那你当然真的 你过了若干时间 你又想到另外的 你也可以再加重 不过尽量不要这么多次 是一次过写 传了你想想到的东西 好吗 OK 有没有问题 OK OK 好了 那我们一起祈祷好吗 好 多谢叶牧师 是 那我们都在这个时候 我有少少的安静时间 给大家分享 让圣灵我们讲话 等待其他时候 有少少时间 大家安静一下 看看圣灵的人 多谢天父 赞你天父 因为神宝和神仁的力 神宁都有能力 通过神与人之间的障害 因为我们有罪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会困难了神的工作 主耶稣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祂帮我们有真心灰灰的心 便会支罪 让我们知道 罪的破坏性 罪的可怕 就叫我们真心在神面前灰灰感激 更多谢天父神 你是真是赦免罪的神 你是感动我们背袋的神 你是更新我们生命的神 叫我们更加离开罪 所以我们走在整个路上 得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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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可以是意念 是有 如果是意念 你就说出什么意念 如果你是听到声音 你就说我听到声音 你听到意象 你听到意象 就是主耶稣叫我 就是说习生的人有福了 去生 不好意思我说得不错 不要紧 不要紧 是啊 去生的人有福了 就是意思说 多些聆听弟兄姊妹不同的分享 就是多些见识 还有有需要 就是我回答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是很感恩 主耶稣教我这个 OK 好 有没有其他 首先有位弟兄想说 诗歌 是诗歌 是诗歌 是 阿里路亚 阿里路 主耶稣 阿里路亚 是很平静 很舒服 是的 好 这个神的意念 就是神和他 想安静 起来又来到你身上 是的 起来又来到你身上 好 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 听到声音 OK 我自己都看这些诗 我都领受到这些意念 神兵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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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庭牧師我寫了一份東西 我今晚會寫好 明天帶給他 就說這是一個簡單的跟進人的方式 這個我每天都可以去一些區域的牧師開會 就將這份東西和本書帶給他們 這個都是神給我的方法可以影響各部分工人 我亦都可以在我們的事務職練課程 就將這些材料教導和大家的操練教育 大家就懂得怎樣去幫助他們 這個就是我們將會在我們的事務職練課程 有一連串的分別 就是幫我們懂得怎樣幫助他們 這個都是神給我的這些不同的 還有沒有人有當時安靜的時候有靈體 就是有感受到這些感受嗎? OK 沒有那麼緊要的 那你以後你有安靜的 我感覺到我的意念就是聖靈健康 專注仰望神到靈體神 OK 是很棒的 不停好像現在這樣 那個詩歌一直在心裏面放空出來的 所以不好意思 一說他就會很開心 還有很甜蜜 是的 多謝神給你這種感謝人 感謝神 感謝神 欣賞你 我也希望大家多一些想到神的美善 隨時隨時可以開開心心的 一想到真的很多好東西 因為我們想慣了神的好東西 就是記得了 隨時一想到神 立刻啊 神你是滿有恩典 比如我自己感激神 愛神 歡喜神 我不用要數回的 我已經是裝滿了 是 那我依然會數的 我依然會數的 那譬如聖靈怎樣感動我 帶領我 訴訟我這些我經常都數算 也都是各方面的其他東西 我都是很時常數算 我都時常很歡喜的 我跟著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